大家好 今天来到非常家乡的菜 客家小炒 也有人叫它是叫做福建小小 客家或者是福建 好吃就好了 我们的蒜米切片 当然我这里的蒜米蛮多的 因为我喜欢蒜米的香味 所以这个是大概是三到四半 那么洋葱呢就不用太多了 我大概剩了四分之一 就切花 这道材料呢是非常特别的 四川腌菜 拿的咸度 那也是切片 不用爆太多一点就好了 那么我们用的是五花肉 爆太薄 要一定的厚度 然后我们拉刀 就给它切大概是粒状 那么用的豆腐呢叫豆腐干 然后这里的豆腐干 它的外表呢非常粗糙 所以我也不是很喜欢它的那个口感 所以我会把它四周围的皮呢 都完完全全的去掉 只剩下里面的那个内 内部非常嫩的内部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很浪费哈 但是没办法哈 要吃好吃的东西一定有点牺牲的嘛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中华蒜 我只是取白色的地方哈 不取那青色的青色的很粗壮 好 我们材料非常简单啊 就这只一样 好 这豆腐 豆干一定要过油 也不好炸的太老 就是有个表面的这个表面的精肝就好了 好 好 少了你的锅 像我们的五花肉 这五花肉都大火 就是要把外面炒的比较香 里面就保持很嫩的 所以这个火已经有大 然后差不多的时候就放下你的白蒜 跟你的大葱 大火再拆一炒 这个时候可以下你的中华蒜 也是大火 放点盐先 就是我放点麻油 蚝油或者是鲍鱼汁 也是一样的大火 快炒 香气都会出来哈 这火很重要 这豆菜 虽然叫小炒 但是其实就是大炒 那我刚刚撒了一点烧心酒 就把我的豆干放下去 加点清水 再给它们一闷 把那个材料的味道 这个汁的味道进去我们的豆干里面 放点鸡汁 勾个芡头 差不多好了 这个时候再一点大火收干汁 然后就撒一点烧心酒 锅边酒 这个时候就是可以上爹的时候了 尽量这个是一定要干菜 不可以有那个酱汁哈 好 这道菜简单 又经济 好 谢谢大家客家小炒